大家好 今天是5月18日 星期三 昨晚美股急升 今日开始降估也是上升 恒生指数开始升72点 国记指数跌7点 科技指数跌7点 有邦保险升3.5% 是升幅最大的 蓝筹零指数升37点 腾讯升1.85% 零指数升23点 招商人类升3.3% 零指数升12点 小米升2% 零指数升7点 农夫山泉跌2.23% 开始跌幅最大的蓝筹 益股开始跌5点 港股开始之后由升转跌 主要都是科邦股从高位回落 投资者获利回套 阿里巴巴跌2% 零指数跌25点 美团跌1.8% 零指数跌20点 腾讯跌0.65% 零指数跌8点 京东跌2.6% 零指数跌6点 相反 工业股上升 创科升4.5%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所以可能升2.2% 上午中段跌幅再扩大到200多点 恒生指数最低跌到20382 跌213点 权宠股跌2.7% 零指数跌3.5% 腾讯跌2.7% 零指数跌3.5% 美团跌2.7% 零指数跌2.8% 零指数跌3.5% 零指数跌3.5% 但是小鹏跌1.2% 理想汽车跌1.1% 汽车零件 零指数跌3.66% 零指数跌3.66% 零指数跌4.86% 但是星期二急升的新城动力 急速20% 电力股也上升 华圆电力升5.6% 中国电力升2.6% 华能升4.9% A股上就收市跌11点 恒生指数上就收市跌131点 国际指数跌62点 科技指数跌75点 成交599亿元 下周港股跌幅收窄 又跌转升 各类股份变化不大 科技股略为反弹 工业股升多少少 创科升5.7% 零指数跌17点 中国移动升2.4% 零指数升14点 比亚迪升3.1% 零指数升13点 燃气股上升 华圆电力升4.4% 新澳能源升2.4% 中国移动升3.3% 和昆仑能源升3.2% 发电股升幅国大 华能国际升8.67% 华远电力升6.5% 中国电力升4.2% 内房股的佳远国际急坐41% 之后停牌 但其他的内房股升 旭辉升4.4% 华远智地升2.5% 碧桂月升2% 恒生指数最高升到207.12% 升110点 收市指数升41点 国际指数升12点 科技指数跌12点 成功1,127亿元 港股先跌后升责幅上落